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维护公寓公共安全 保持环境卫生 已经检索核对了入学注册和住宿信息 你要找的学生就在一层右手第三件 好 我自己进去 你们不找警戒 现在深夜 不要惊动到其他人 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秦警官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对了 你是专业的 干嘛啊 大半夜来家访啊 不请我进去 秦警官 你看我这儿刚洗完澡 是不是 让我穿条裤子 先 打开门 好 你怎么 是你不让我穿的啊 让开 浴室的温度不高 也没有水清 秦警官 我可说明好学生 安分守己 公寓里可没有 已经是深夜了 怎么在这个时间洗澡洗衣服 洗澡洗衣服还得要特定时间吗 AB管理局 什么时候这么体贴入围啊 转过身去 是 转过身去 幼生也都花生 看够了吗 秦警官 我手都要举酸了 看上去消失 我得试试他 你干嘛 秦警官 什么意思 身手不错 还不是秦警官先动的手啊 回答我的问题 看书犯官 所以洗个澡清醒就行 有什么问题吗 秦警官 你好香啊 应该也是个爱洗澡的人吧 都初秋了 怎么还用冷水洗澡 我喜欢用冷水啊 增强体质嘛 我火大 少少拼嘴 洗澡的同时洗衣服 不是顺手吗 你腰上的伤口 一按就出血 明显是心伤 怎么弄的 靠 我 真不应该光着出来 改编自豆腐乐队 木木不是王子原著 重生之前夫难追 是 陶浦乐工作室出品 夜海佳音之作 广播剧 重生之际一裂痕 第二集 第二集 秦警官这样摸来摸去的 我可把持不住啊 你放心 不管你有什么特殊癖好 你放心 我绝对配合 真没必要斗这么大签子 你说什么 堂堂秦大景司 大半夜孤身闯进大学南寝 利用植物质变骚扰年轻学生 我想想啊 一般这类案件怎么处理来着 你 戴泽 我怀疑你和今天凌晨的一起 枪击案有关 请你跟我回局里 你说我就走 居布林呢 配合调查而已 你不希望我在校园里 直接把你靠走了 配合啊 没问题 作为港城最有前途 最有希望的年轻一代 我一定全力配合 秦警官 让我穿条裤子行吗 动作快点 别耍花样 我不关卧室门 这总行了吧 这总行了吧 你给偶封 怎么这么说 我穿好了 怎么 秦警官 脸色这么难看啊 我动作挺快的 走吧 目的地 你不想知道他跟西洋的情况 我是说这一事 不用装糊涂 在那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心知肚明 你也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如果你现在供出背后的主使 戴罪立功 日后在法庭上我可以向法官争取宽大处理 不至于最后 事故无存 秦警官 我好好一个大学生什么背后主使 什么戴罪立功啊 事故无存 你别吓我好吗 我没见过世面 很容易被吓到的 看你演到什么时候 秦林 就算你跟戴罗有过曾经 那也是上一世的事情 你不能因为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 就去姑息一个杀人辱骂的罪犯 抵达目的地 行程终止 下车吧 我们到了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她 这些话你们为什么不去问她 这些话你们为什么不去问她 因为她也不会说 因为 我们都有不能说的理由 请放心 凤老先生 我会随时向您汇报 凤总 情况都向老爷子汇报了 另外 按照您的吩咐 私人诊所内外都加派了人手 但是 全力保障西洋先生能安全 嗯 约然 今天会议全部取消 我会在人所陪西洋 凤总 下午的自由州联盟年度安全会议 您可是港城的最高代表 不出席的话 怕是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推动 那边来对信息提取无相扩大化的进程 这本就与风氏科技的设计初衷背道而实 果不出席 也许不是坏事 明白 把会议记要整理好 晚上我回公司会处理 是 初步检查结果出来了 封总 那我先回公司 嗯 怎么样 肋骨轻微骨裂 左手腕骨折 外伤并不严重 但是 它的线体 它的线体 怎么了 封印 你之前提到的信息速冲突患者 就是西洋吧 是 我当时跟你说过 这类患者都有两个线体 都是先天性的 但是 西洋不同 什么意思 西洋的α线体 是被人中进身体里面的 人造线体 西洋是改造人 难怪他一直不可能医院治疗 又是他的那个组织 有办法把人造线体 从西洋身体里取出来吗 现在还没有把握 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研究论文 人造线体无异于天方夜谭 这个人不但能将人造线体植入人体 还能让被植入者存活到现在 简直就是个天才 西洋的状况不要告诉任何人 放心 我你还信不过吗 今晚我把西洋的血液样本 带回实验室 做进一步研究 你好好陪他吧 好 走了 走了 happened 罪保裁 我担心的声音 大余 妳看好的话 ノ знаю 走 看看我 咱们 点 Cou 給 interested outdoors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将你变成改造人的元凶招出来 一定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玉玉 你上来是玉玉 西亚 西亚 没事的 没事的 西亚 没事的 翻译 凤亿 凤亿 我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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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你的身体状况除了减肥后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一旦让父亲知道 人遭陷体面临暴露的风险 他一定会派人来除掉我 到那时 凤亿就会 怎么办 怎么了 不管是身体还是性格 我都像个怪物 你不是 你很好 你相信我 在这里 没有人会来伤害你 凤亿 我想回家 你的手腕骨折了 在医院休息护理会更好 可是我就是想和你回家 好好好 真是扭不过你 你呀 你呀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是 我 未来 欢迎雷零 风尘集团 港出中心套 封总 哦 习先生好 封总 资料都准备好了 知道了 夕阳 你先去我的私人休息室吧 等我处理完事情 我们就回家 放心 很快 好 宁然 确保夕阳不会被打扰 是 习先生 这边请 习先生请随意 我还要去参加会议 就不陪您了 嗯 这边 封印的私人休息室 和家里一样 一辰不让 马德林蛋糕 是我最爱吃的 嗯 还是灰色的床灯 都是它的味道 嗯 它有多少个夜晚 是在这里度过的 从小 被当做家族继承人培养 风云 这样的压力 你吃得消吗 这样的压力 你吃得消吗 它気avin 从小孩子往上 完全小 Galileu 它 overboard 没看到岗城的夜景 好美 无恙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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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密码 密码正确 进入终端系统 封印的内比罗中的密码 竟然和上一世一样 是我们见面的日子 上一世还是带走通过技术手段破解的 好吧 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夕阳 我们可以回家了 封印 在做什么呢 不行 现在还不能输 我 我没有 告诉我 用我的系统都做了什么 我不会怪你 没 没 没什么 怎么 还得我保命 没有 是我做的 是我可我 我可被了方向的约在吗 让他们侵入系统 且去机密 是我利用了你的心 是我 一步一步的一步 把风势集团 把风势集团 闭上了全路 都是我呀 冯夷 你 你 走 走 啊 有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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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这样他会死的啊 放手 我这样他会死的 欣先生 你快进卧室 放手 放手 凌人 我 我怎么了 凤总 出什么事了 您刚才释放了信息速 充满了强大的暴虐气息 身为被打的我都能感觉到 我刚才 这点杀了西洋 西洋 你开开门 西洋 我刚才 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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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西洋就带你回家 你坚持住 令人 马上送我们回家 是 西洋 你别咬自己 难受就咬我 冯总 不去中央医院吗 不去医院 回家 可是西洋生的状态 开车门 是 西洋 冯总 我帮你 你去开车 是 凌人 送我们到家后 你立刻离开 这件事 不准任何人知道 特别是老爷子呢 我明白 您放心 我明白 我明白 你 带泽 你已经被包围了 不要再做无畏的挣扎 清理 你抓不住我的 带泽 不要以义辜心 想想那些孩子 你跳下去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要你啊 我要你啊 带泽 不要 警警司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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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个吗 一个杀手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神 明明在笑 可是眼角却又含着泪 你一直在追查他 期间你们发生过什么 我不清楚 但喜欢应该是有的 否则你不可能醉成那个德行 你对上一世的事 很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是控制了牵挂梦里的那个人 这些纠缠在一起的私讯 到底为什么这么在乎 我 我真的 喜欢过他吗 陈景思 齐恒有消息了 等等 说吧 我们查到了齐恒的藏身处 现人说齐恒紧张得很 情绪非常不稳定 吐死胡呗 看来独眼开得死把他吓坏了 您的意思是 那个组织也会除掉他 现在戴泽就在局里 戴泽那边查出什么了吗 身份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案发时他还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我感觉 应该和这些案件没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了 对了 秦景思 戴泽的通信设备上收到了一条信息 哦 我看看 希望出了点问题 你尽快过来 将外出查找齐恒消息的所有警员召回 需要多久 十二分钟 三十五分钟后 对其实施据捕 把齐恒藏身的位置发给我 现在我送戴泽去处理一件紧急事物 然后直接赶到现场 是 冯总 希望昨晚用的电脑做过什么 已经查了档案 内部文件保护功能没有出发 应该是安全的 根据后台记录显示 习先生主要是在搜索 花园大道附近的房产交易信息 还有 丰家那栋公馆挂牌出售的价格 无恙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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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知道了 谢谢 你去忙吧 那我先挂了 上一世的残念 到底给我留下了多重的心理阴影 做完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上次有秦礼 这次有凌人 下次呢 我口口声声说我爱他心疼他 确保他在我身边不会出事 可每次 每次 每次伤害他最深的人都是我 都是我 都是我 风云 我在 你怎么了 西遥 风云 我没有在你系统上做什么 真的 我知道 你别生气好不好 那你 西遥 你听我说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 我有时会失控 我 身为α 在受到强烈刺激时 很容易被下意识 激发出强烈的攻击性信息素 行 留在我身边 我会伤害你 甚至 甚至可能杀了你 你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了 我 我不要跟你分开 就算你失控我也可以自保 你杀不掉我的 你不怕我 怕 每次你发火 每次你发火 我的神仙都想遭受了极端的苦行 可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写封印 为什么 你为什么就让自己忍受这些痛苦 因为这些痛苦 告诉我你是真实的 是在乎我的 这些痛苦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它让我有活着的感觉 是 西昂 对不起 我想跟你重现有个家 你愿意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愿意 以后如果我没犯错 你不可以赶我走 你要说话算话 好 应该是戴泽 我让他带了新的药剂过来 嗯 去开门吧 嗯 去开门吧 早安 风亦 秦旅 你们 我们一起来的 那 进来吧 药剂给你拿来了 按理说你刚从医院出来 不会这么快发作啊 不会又被你的药法驾跑了吧 没有 他对我很好 行 你开心就好 嗯 昨晚到现在 都没吃东西啊 庆景观好狠的心啊 别忘了 你现在还在配合调查中吧 嗯 嗯 说是秦警观 穿红炸亮 送我过来啊 嗯 西医生 秦乐见死不救的事 我带他向你道歉 对不起 上次秦乐差点送命 虽然不是我亲自动手 但也是因我而起 这次就算扯平了 况且在那种情况下 不救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他没有做错什么 秦警观也不用跟我道歉 谢谢 之后 我会送小乐出过后 再也不会让他出现在你和封医面前 嗯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不打扰你休息了 对对对对 听见我啊 趕快去忙吧 走吧走吧 告辞 经理 出什么事了 找到齐衡了 我去向他抓捕归案 说不定 未经许 似乎 你看 行 把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